今天中午这一期勇敢世界 Justin 黄明浩这一位土味情话小王子 在节目之中重出江湖 找杨迪配合 说 我要送你一个枕头 然后温柔把杨迪的脑袋按到尖头 真的是肉麻SK八人 小编不得不佩服 这土味情话王的明浩 真的是实至名归啊 把杨迪兜下的模糊了 猝不及防的土味情话可还行 就在这时候杜江出来挑战了 总所周知他们夫妻二人恩爱如处 就算是恩恨都这么大了 夫妻二人还是腻腻歪歪的小甜蜜 可以说杜江平时在家里 看来是经常对货思验说情话了 看来Justin没有杜江身经百战 情话精力丰富 还是害羞了 小老弟还是不行了 要多多练习 今天中午这期节目中 几人花式 PK才艺 大家都是非常的厉害 丁泽人表演了一个柔韧度和力量 结合极佳的后空翻 这时候唐主张汉不服了 来一个一样的说 不需要用手的后空翻 结果是双手撑的 哈姆是后空翻 不仅如此还来了一段即兴 略带一丝尴尬的playstyle 哈哈哈哈 小翻众人 没想到张汉看似霸道总裁的外表下原来自带逗逼属性 后来画风逐渐歪了 从堂住想找回场子 说自己可以花式动耳朵 小小装了一把逼 后来陈乔宁表演单是眼睛转动 杨迪表演 也嘴巴左右扭曲的那种 哈哈哈哈 画风都已经跑偏的不行了 奇葩大会吧 这是因为受不了汉哥的军事化管理 全城一直说 保持对性 我陈乔宁和杨迪满脸花式猛逼 我是谁 我在哪 他在说什么 什么队性 哈哈哈哈哈哈笑SKR人 然后在后面的环节 忠臣乔宁和杨迪就这么无形的把汉哥给投出去了 还大大的吐槽了一番 杜江还很皮的在旁边补刀 张汉你被抛弃了是吧 张汉无奈三连 脸上唐珠版的笑嘻嘻 心里委屈的不行